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帅 今天呢 我们又开始做活动了 嗯 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是什么呢 你只要能猜对了 我们是用拿两种品种杂交的多肉 我就送多肉给大家 可以吗 来 下面我们就一个个的来猜啊 我们出三到四个吧 三到四个 让大家猜 猜不对也没关系啊 可以当玩了 然后猜对了呢 又可以得到我们免税送的多肉 我们不说一文件啊 我们直接送到你家 就私信我给地址就行了 来 我们先第一款 来 来 这一款 来 大家仔细看一下 他首先说一件 他特别特别像美人指 又特别特别像红手指 而且还像什么呢 还像讨美人 还像讨美人 而且呢 也有陶道的身影 但是呢 我们叫它 香蕉杂交 它实际上它的整体形象 特别像香蕉 来 近距离看一下 来 近距离看一下 整体的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叫它 香蕉杂交 叫它香蕉美人 这是香蕉美人 不大大美人 希望大家能够猜对了 猜对了呢 我就给大家这个杂交 这个杂交呢 非常的特别 所以希望大家要仔细看我了 仔细看我了 来 再看一下这个杂交 这个杂交呢 明显的就能看得像毕桃 告诉大家它不是毕桃 它是优良品种杂交 你看啊 我们看一下真正的毕桃 真正毕桃是这样的 但是它呢 是这样的 呃 长得比较高 但是呢 长得比较高 叶子呢 是特别红 黄里头红啊 而且呢 它是果冻的 大家看一下 果冻的 我们现在整个基地呢 还有两颗 看一下 它 它不会长得很大 但是呢 它只要长出来 就跟 头就跟小头一样 跟那个猪主是一样的 这是老庄子 但是呢 它不是毕桃 一个整庄老庄子 来 大家 这是第二颗 然后呢 能猜对的 记得啊 我送这种 全基地还有两颗 送给大家 来 咱继续给大家看 过多肉啊 来 没有喜欢的 那就继续给大家过 我跟你说 你那个套餐 我甜甜的配 来 老姐们 看这个 能看清楚吗 这个漂亮吗 有雪斑 然后呢 像莲花 而且啊 周边是红的 整体形状是这样的 这个啊 我到现在 还没有给它起名字 如果说 知道 知道这个是怎么 杂交来的 可以 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啊 这一个是我 这些杂交里边 最喜欢的一个 来 近距离看一下 所以说 因为 因为我感觉 已经太好了 所以我就给你找 可能是现在 有那种活动了 好 下一个 这是最后一颗了啊 之前看过我视频呢 都知道 我们这一颗呢 是 鸡蛋玫瑰 和一种法师 咋要的 你们能猜出 是什么法师来吗 这法师的话 就离 离的那个 答案就很近了 你看看 这边已经出了很多头 每一个头呢 都是 就跟小鸡蛋一样 来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看一下 这边已经开始出头了 你看 出了四个头 这这每一颗呢 就是 太干的时候啊 就剥出一个小鸡蛋 然后呢 如果说 嗯 就是 就是状态的时候呢 是红红的 非常的可爱 这一颗呢 嗯 这是我们最后一颗 只要猜对的 私信我给地址 我们就可以免费给你到家啊 今天的活动呢 嗯 咱到 截止到下一个视频 出出视频的时候 咱公布咱啊 好了 拜拜了 各位